这一点,如果我们没有效法保罗,没有经历保罗的经历,我们不可能有这个神人的生活。 就是说,连保罗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里的供应,他是不可能过这个生活。 那何况我们呢?所以第一个榜样我们要学,就怎样能够让耶稣基督这个灵,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全辈的供应。 那个供应是全辈的,但是不要以为这个供应是生活上的,这个供应完全是生命上的。 他在生命里面供应我们,而叫我们活出基督的生活来。 弟兄姊妹,刚刚蒙恩的时候,难免都是重在盼望。 这个生活上,天天改,天天变,天天进步,天天变好。 单身的变得有家庭的,找了好太太,好丈夫。 有了家庭的,希望有了一个很大的房子,在好区,然后又是好区的这个那个。 然后同事们相处不好,希望主给我们安排一个很好的老板,这个那个很多。 他自己找不到就找到主,求主改变我们的环境。 叫我们怎样怎样,我们的跟随主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几都是重在。 我自己做不来,我自己得不着,我自己达不到。 所以求这位万能全能的主,来帮我解决这一些问题。 但是保罗不是这样。 保罗说这一个耶稣基督这里的供应的时候,他是说,说到在监狱里面,在罗马的监狱里囚犯。 他借着这个全辈的供应,叫他,这就不是出监狱,叫他在监狱里,像在天堂里一样。 他知道,只要生命解决了,生活就没有问题。 生活他甘心吃苦,甘心各种的情况,他都学会了。 只要在基督里面,那一位基督就是加他能力,叫他,凡事都能做。 对,这一点呢,我们越早转这个弯,开这个窍,我们长进就越快。 在神人生活里,一个最无法缺少的一个基础,就是你要得着耶稣基督这里全辈的供应。 缺了这一个,神人生活,咬不可及,摸都摸不见,看也看不到,不可能的。 所以,弟兄姊妹,我们今天,我们道理上能够知道这一件事。 但是我们有没有在生活的实际里面,这个窍被开启,发现解决的路,不是找外面,是找里面。 这孩子不听话,那怎么办? 那个,我那天回来,我坐送大姐,送大姐弟兄弟,车子回来, 送姊妹就告诉我,我这个儿子啊,很奇怪。 我讲什么,他就是,他就是不。 他听他爸爸话,就是不听我的话。 无论讲什么,他都不听。 有这么一个孩子,那怎么办呢? 那当然,这祷告中求俗叫他拼嘛。 那不是的,第一个路是,先来耶稣基督,让他全辈供应里面。 有一个供应,叫我们做一个不听话孩子的妈妈。 那个蛮有喜乐,蛮有快望,蛮有恩典的。 好一个先转到主面前,解决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缺乏。 这一个窍,我们如果能够转过来,我们就能跟这个保罗的榜样。 保罗这个榜样的第一点,他就是在这件事上,他深刻地知道那个故义是前辈的,不会缺少一点点。 所以他在这个分报的海上,他就是等于做这个主人一样,等于做这个王一样。 那末了,无论是那些兵也罢,别的囚犯也罢,船长也罢,船主也罢,都看见在这里有一个神人在这里。 他说的话就算数,他怎样说就要怎样成就。所以不得了。 保罗知道,他自己那个属人的生命,天然的生命,完全应付不了这个神人生活的需要,完全不法应付。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,所以他必须在复活里面。 他这个认识啊,非常地重,非常地强,以至于完全把他的观念转到主人面前来。 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,我们需要灯在这里有亮,但是在这里,你好像是一个蜡烛在这里,你也能点起一点的灯,一点的光。 但是你知道,这个关在这里无法应付,在这里这一个对于关的需要。 无关无法应付,必然只有冒烟,也只有这个叫人家受不了的。 所以在这里,你就乖乖一点,你就把这个蜡烛收起来吧。 你就开这个开关,让殿来负这个责任。 我只愿深爱你。 我只愿深爱你。